讲到这个刺青啊 感觉上好像比较时髦 比较耍酷 比较是年轻人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台北市有一位刺青师呢 他参加国际纹身赛 这个模特儿怕痛 临阵脱逃了 他实在是找不到人 只好拜托他住在高雄的 已经年过六十的岳父出马 就在他背上呢 刻了这一整副的 赐了一副官公相 好啦 虽然是得了第二名 但是从此以后 岳父大人只要一服一脱 整个背上都是刺青 就被人家以为是黑道老大 让老丈人到现在还是非常头痛 这位白法老婆正面看起来很正常 但一脱下上衣转过身 我的天啊 背后一大片刺青衍生到臀部 就像道上的阿妮奇 而帮他刺青的不是别人 正是一旁的妻女婿 那个模特儿 吃了一半的受不了 跑掉了 我就找问五岳父 那五岳父以为 他刚开始以为是彩绘 一年多前女婿参加 印尼的国际刺青大赛 模特儿怕痛临阵脱逃 到处找不到模特儿 情急之下 央求岳父下海 65岁岳父在高雄务农 一辈子忠厚老实 却拗不过女儿拜托 成了年纪最大的刺青马斗 关公这么有缘 那我们把他刺到背上 那结果过没几天 他真的有梦到关公来看他 我看他好像有一点害羞吧 年纪这么大的 拖这样子 看他看到屁股 65岁岳父豁出去 细看这副刺青 是关公跟赤兔马 关公染须威风凛凛 赤兔马双眼 炯炯有神 岳父搭高铁 北高来回刺青 终于帮女婿夺下第二名 但后一阵势 岳父务农时 再也不敢打赤膊 就怕被误会 年纪这么大 还加入帮牌 可能我会怕 因为年纪这么大了 还敢刺青 个性保守的岳父 刺青一年多 到现在说起来 还是害羞脸红 上个月发生车祸送医 护士小姐还以为 来了一个大尾 让老人家很不好意思 女婿夺下第二名 十万奖金 通通送给岳父 毕竟岳父从此以后 再也不敢打赤膊 跟泡温泉 牺牲也真的很大 中心有陈深一 SNG小组高雄报道